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佩 你是主持人秦文 EA 怎麼又有爭議了呢 這次室友足球員表示 遊戲在未經過他的授權之下 就使用了他的名字和形象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趕快訂閱電玩宅蘇佩的頻道喔 這樣才可以及時知道更多遊戲資訊 日前效力於 AC 米蘭的知名足球員 茲拉坦伊布拉西莫維奇 在推特上發文表示 EA Sport 旗下的 FIFA 國際竹盟大賽 在沒得到他同意且不知情的情況下 使用了他的名字和肖像 也根本不知道什麼授權單位 FIFA Port 甚至也有其他球員 也回應不太清楚這個授權單位 其實職業運動聯盟 或是大型的國際賽事 多半都會開發取得授權的同名電玩遊戲 這些隊伍圖像 球員照片 甚至是成績數據 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商業價值 自然需要版權方授權同意使用 發生這個疑似未授權的狀況 EA Sport 透過外國媒體 回應此一狀況 遊戲本身是有取得這些單位的授權 應該是球員與這些第三方單位的問題 看來這次應該是 跟 EA Sport 沒有太大關係 大家也別把這樣全部推給他們了 不過版權這種事情 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特別又是這些知名球星 看來這個話題不會這麼快平息了